糙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、烟碱素、矿物质和植化素等 所包含的营养成分几乎是金白米的三倍以上 像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B碗 一碗糙米的含量要将近六碗金白米才可均等 而维生素1的比例 糙米是金白米的五倍 另外像是烟碱素含量 糙米更是金白米的七倍之多 胚芽是种子发芽的部位 虽然只占卖力总重的2% 却是小麦重要生命的全员 小麦生长所需的营养来源 有97%是由胚芽提供 可说是小麦的胚胎 小麦胚芽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1 胺基酸、亚油酸等 可以抗病、抗衰老 此外,胚芽还含有十余种矿物质 更是良好的微量元素来源 常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 所以说,如果要摄取整颗小麦完整的营养 最好的选择就是 海流有麸皮和配芽的全麦面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